2023年3月20日,天狼星,Sousa,大师李世汇集身体重塑,传导,Raphael,一者,扬声传导。 地球人类注定要扬声,在这一切完全发生之前,一切都不会停止,表面上向每个人移动的力量确保了你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自主权来选择下一步行动,而不会受到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的太多干扰。 这是古往今来许多人都在等待的时刻,是时候让他们面对自己真实的历史和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了。 那些希望将你们监禁在混乱和内疚的持续包围中的人对你们的要求已经太过分了。 你们将开始看到数千年来建立和传播的叙事的崩溃,目的是让你们陷入一个持续的回圈中。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但他们没有计算和低估你们的我是的力量,以及用如此强大的力量照亮黑暗的能力。 以至于在暴露淤光之后什么都不会留下,我是和你们的意识充满了力量和智慧,以及神圣的城市马。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神秘学校建立时,许多阳生大师与你们的我是融合在一起,试图向你们揭示这些代码。 这些大师中的许多人传授了许多神圣的教义,他们正在地球上一点一点地建造他们的神圣神庙。 这些神殿中的许多曾经是物理的,但随着表面黑暗视力活动的新增,他们被转移到了行星的星体部分。 他们继续全面活动,帮助表面人类克服影响,并再次与我之所示的力量重新连接。 今天,这些大师中的许多人都用他们扬生的身体进行了神圣的行为,你们很了解他们,因为在他们的星体之旅中,他们通常出现在位于戈壁沙漠以太层的香巴拉灵性王国。 在那里,你们通常有很多关于生活以及如何克服下半身的影响的教导,比如克服那些在黑暗中工作的人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针对阳生大师的神秘和神圣教导的一些神圣话题发起了异常运动。 其目的是在寻求这些神圣奥秘的学生心中制造混乱和错误、资讯。 尤其是在业力理事会方面,它通过帮助你们的星球释放旧的创伤来采取行动。 一群神圣的大师从低等身体的影响模式终解脱出来,让自己能够帮助这场伟大的解放。 你们的互联网上流传着虚假资讯,说业力理事会不是积极的存在,因为他们会把地球上的人类囚禁起来。 这是不正确的资讯,有一种词性,目的是混淆人们的头脑,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大白兄弟会和神秘学校的神圣教导。 不应由业力理事会来评判或谴责任何事情或任何人,这从来都不是我的本意。 因果报应并不是一个权威的,手里拿着账的上帝从外部强加给造物的债务,而是形式和经验世界中思想、感觉、言语和行、动、创造的结果。 因果报应是在自由意志的行使中,利用原始源头赋予所有生物的创造力的结果。 因此,理事会的大师们开始行动,试图更好地帮助解决坏造物的问题。 而且,由于许多人有着沉重的业力,不可能同时改变所有这些振动。 因此,部分是仁慈的,不是偶然的,理事会的大师之一是神圣的观音。 因此,业力理事会利用每一种生命流的优点和恩典与宽恕的法则,使情况根据你们的能力来发声,以支持他们。 因此,请将理事会是为一个极端同情和关爱的团体,而不是别的。 你们能了解这些自古以来陪伴和帮助人类的大师们的伟大吗? 第一道光,伟大的神圣导演。 第二道光,大日如来。 第三道光,似有女神。 第四道光,耶洛因阿斯特雷亚。 第五道光,耶洛因巨人和帕拉斯雅典娜。 第六道光,虚无。 第七道光,观音,赛色罗和波西亚夫人。 这些人组成了恩典之药,并担任业力理事会的顾问。 此外还有数千名其他大师,他们在自己的圣庙中,作为已经在地球上度过了生命时刻并学到了东西的智者,帮助人类发展。 今天,他们回来帮助那些还没有成功离开化身之轮的人。 圣哲曼,耶洛因,孔子,库,图米,瑟若佩斯贝,希拉林,罗爱纳,跑,罗,维,内,奇,亚,诺,米里安大师,维多利亚大师和许多其他大白兄弟会的大师。 他们继续从他们在星球星光部分的圣庙中辐射出来。 这些美丽的存有在我们的飞船上与我们直接接触,并非常积极地帮助地球转型。 你们已经在一些地区看到了很多地震活动,我们正在努力在允许我们采取行动的范围内减轻影响。 地球上的一些敏感的区已经比以前更多地受到我们飞船的监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在为一些救援做准备。 我们提醒你们,我们不是自己行动的,我们尊重意向仍然超出你们所有人理解范围的法则。 当你们与你们的我在融合中前进时,你们将能够更广泛地理解宏观,不会给判断或误解更多的空间。 因为你们将与整体成为一体,并将与宇宙智慧一起理解一些运动。 造物主从来没有意愿在地球上或宇宙中的任何地方以及其他地方拥有影响力。 然而,他给了所有人选择他们想要拥有的体验的自由。 一点一点的,你们会重新意识到并对每一个行动负责。 在这一点上,你们甚至更准备再不远地将来担任你们的椅子,届时你们将能够提升并超越所有低维度的限制。 保持冷静并有信心,继续锻炼你们的内在。 这样你们就不会受到负能量的影响。 负能量会试图保持你们的低振动。 你们,作为那些来自最高领域的人,是关键持有者和神圣密码。 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你们会以与你们的我是一致的简单存在来瓦解负能量。 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飞船合作,并为来自最高造物主的任何召唤做好准备。 随着盖亚继续释放他的能量和紧张情绪,我们加强了与善良和爱保持一致的必要性。 地球上的许多灵魂仍然处于一个敏感的带,他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们的爱的支持。 我们可以非常准确地计算一些地震和潮汐波浆在何时何地发生,但我们尊重盖亚,在他要求我们采取行动之前不会干预。 当它发生时,我们会在场,总是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 因此,尊重并珍惜你们的星球的福祉,用爱来照顾它,并记住此刻它是你们的家。 盖亚继续释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最好的爱的能量,这样它也可以从过去两万五千年强加给它的一切终解脱出来。 我是来自天狼星的SoulSoul,说到细节,你们一定不要害怕地球的动荡,而是要保持冷静和自信,因为这就是你们来的目的。 光知工作者团体中仍然有人害怕盖亚的行动,这是正常的,但请记住,在这最后的时刻,人们最需要的是平静和安全。 在你们把末日理解为负面的世界末日货类式的东西之前,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指的是时代的变化和你们正在进入的新阶段。 一个伟大的周期即将结束,盖亚将为这个新的时刻重塑它的表面,亚特兰蒂斯和雷姆利亚将从深处出现,新的黄金时代将开始,正如你们的圣经所说,古老的事物已经过去,看,一切都重新开始了。 我们银河联邦,包括来自宇宙内外的无数灵魂,发现自己现在正处于地球的积极振动中,并向所有人送去我们的爱和祝福。 因为是的,我们都是一体的,在平和中,在光明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